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有哪些眼药水属于激素 许遵医主使用 保质期一年的眼药水 为什么一个月就过期了 甚至有一些眼药水不到一个月 那眼药抛弃掉了 寻常可以买到的眼药水 专家提醒您 这是药不是水 本期健康到家 我们聊聊眼药水 本栏目由高品质好滋味 太太乐 地道川味有豪级 专注呼吸健康 以领莲花 联合冠名播出 我的私藏鲜法 太太乐原味鲜酱油 精选东北大豆与小麦 更融入专利玉米发酵提鲜技术 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 安心提鲜 太太乐原味鲜 我的私藏鲜法 莲花爆珠 一捏 爆 感受空空草本自然力量 莲花爆珠 畅爽呼吸 无限可能 仙女妈妈都在用的太太乐原味鲜酱油 地道川味有豪级 伴您健康到家 莲花清温口罩爆珠 装在口罩里的一栋小空调 告别闷热 伴您畅爽呼吸 莲花 干嘛呢 眼泪汪汪的 这眼药水呢 最近眼睛不舒服 这眼药水我去年用过的 刚把它找出来 这不是用会儿吗 我跟你讲 眼药水真的不能乱滴 我这不是以前用过的 我跟你说 你还不信 你不信你看一小片 李奶奶来医院就诊的时候 看东西已经模模糊糊了 医生检查后发现 李奶奶的眼牙高达40毫米拱柱 患上了青光眼 医生询问后才得知 李奶奶以前得过过敏性结膜炎 后来就开始自行使用一种含激素的眼药水 两年时间用完了七支 医生检查发现 长期眼牙过高 压迫了李奶奶的视神经 并且已经出现了萎缩 而且这种损害是不可逆的 那我怎么办啊 别着急 我们今天请来了 北京同仁医院的韩松教授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眼药水用得安全而且有效 韩松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 擅长治疗眼外伤 眼底病 矿壁骨折 肋道疾病 愿用有热度的理性 做好一份有爱心的专业 现在吴家心里非常坦诚 因为刚才有一个阿姨 她就眼药水用得青光眼了 这个那么严重呢 实际上在咱们平时啊 经常有很多的老百姓 不注意眼药水的使用 经常是自己 觉得我买了一个眼药水 我就能用 实际上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利害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要怎么样 正确地使用眼药水呢 接下来请大家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 回复危害二字 就能够知晓 乱用眼药水 带来的危害了 咱们眼药水呢 经常现在有的时候 老百姓啊 甚至有些商家 就叫眼水 或者叫木水 实际上它省略了 一个很重要的字 就是药 大家一定知道 眼药水是药 所以它是有 药物的所有副作用 和危害性的 那这当中呢 包括几个老百姓 经常犯的错误 第一个 自己买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的时候 或者说以为自己是什么病的时候 就自己买上就用了 第二 长期地用 大夫说了 你这个病 你用这个药 好了之后 你该停掉 但是他觉得 我这个病 可能要长期用下去 防止它再复发 第三个 过度的滥用 为了让这个病好 我一天该点四次 好 那我点八次 甚至说我点十六次 那这就是过度的应用 最后一个 叫非处方药 非处方药是什么意思呢 是药店可以进行购买 但是这种药店 可以购买的非处方药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依旧是药 它只是在短时间内应用 它的副作用 或者迫害力 没有那么大 但如果长期应用 它是有副作用的 像刚才那个阿姨 犯的错误就是这种 激素类的眼药水 是眼药水当中的 很重要的一大类 它平时激素类的眼药水 是用到一些特殊的疾病 或者特殊的情况下的 但是如果把这些药物 长期的应用在眼睛上 短时间它可能会很舒服 但是时间长了 它会造成眼压的升高 从而造成清光眼 而造成不可逆的势力的损失 第二个 为了防止这个眼药水的变质 它会加一些防腐剂 那这个防腐剂啊 它的浓度很低 但如果说长期用呢 那这些防腐剂 就可能会损伤眼睛里边的 悲壮细胞 而悲壮细胞呢 损伤之后 就会造成人的眼泪分泌减少 从而造成人的肝炎症 第三个 那就是各种的药物当中的成分 有的人啊 应用这个药的时候 我用上一个不行 我用上两个 两个还不行 我用三个 我都给他用 这是不对的 因为药物当中 它的各种的药物成分 混杂到一起 再加上长期的应用 或者说大量的应用 就可能会对人的脚膜 产生毒性反应 可能会造成人 一过性的势力下降 甚至是食品调 关于如何正确地 使用眼药水的话题 我们也请来了几位 线上观众 我们现在连线一下 吃啥呢 小伙子 眼睛不舒服 眼睛不舒服 东西缓解一下 摆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您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郑翰 平时是一名老师 经常要备课 有的书上的文字 特别特别地小 所以眼睛特别地干 包括眼睛上面 这一层眼皮 也会起皮 也很干 就很不舒服 非常的干涩 觉得眼睛这个 还有酸胀的感觉 那你平时用眼药水 是自己随便买一买 还是说网上查一查 还是说去医院 认真地找医生 看一看开药呢 都基本上是在 加盟婆附近的药店去买 就还有这个 左推荐右推荐的 但我总觉得 推荐的这些 都不适合 我这眼睛都 你到现在 都还没有解决 一般就挑贵的买呗 也不是贵的 一般都挑便宜的买 好 我们大概了解了 郑翰她平时使用眼药水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 底下这个小姑娘 你好 大家好 我叫Jessica 我就是平时 看书时间走 就比较干涩 好 田大姐 您平时眼睛 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吗 就觉得眼睛里边 经常磨得难受 像眼睛里边有东西的感觉 点点眼药水 让它滋润一下呗 不是眼睛老干吗 所以一点上就觉得很舒服 那你点什么样的眼药水呢 是随便拿一瓶 对 市面上这么多眼药水 选择什么样的好呢 我对这个问题有点困惑 好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想提前知晓 如何正确地挑选眼药水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 回复眼药水三个字 就能够提前知晓 韩医生的正确指导 教您如何正确地挑选眼药水了 这个选择眼药水 真的也是五花八门啊 这里呢 列出来一些咱们市面上 常用的一些眼药水 你打讲讲 那我给它分一分 像这两个 我就给它分出来 这个眼药膏 我也给它分出来 这三个呢 就是抗生素类的眼药水 一般的 像这个叫什么什么杀腥 什么什么霉素 这些就是单纯的抗生素眼药水 那这些呢 它是针对于细菌感染 而去应用的眼药水 你说这个 我想到我一个小时候 特别可怕的经历啊 就是我小时候 好像有一次 也是说我眼睛不舒服 我奶奶就从自己抽屉里 拿了一个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 抗生素类的眼药水 说大夫给我开的 来 给你用 然后我就用了 你应该庆幸 你现在还能眼睛一片光明 对 我觉得我太对不起我的眼睛了 犯的错误很多呀 像这种单纯的抗生素的药水呢 实际上短时间的用啊 它一般的负责味还不是很大 除非有过敏的情况 像这个我大概拿出来 这个就是激素类的药水 它有什么特别的 叫什么名字呢 你看它的名字呢 就叫什么什么龙 什么什么松 或者叫什么什么米松 这当中要说一个呢 什么呢 激素有的时候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激素 有的时候它是符合的 比如说它这个名字当中 有什么什么美素 还有什么什么松 那这个应该按照激素类药水 去对待 激素类的药水 如果说用得过量的话 它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很大的 再看其他几个 这个呢也是抗炎的 但是它呢 是叫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在药店里自己 不用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到 那它是通常什么作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最常见的咱们发烧之后 比如有的人发烧发热之后 我吃两片退烧药 那个退烧药实际上就是 非载体的抗炎药是最多的 比如像布洛芬 像这个阿斯匹林 就是这一类的 实际上把这一类的药物 给做成眼药水 就是它 那如果用错之后 会对眼睛有损害 它有脚膜的损伤 所以不要长期应用 像这个我要单给它拿出来 一小只一小只的 一小只一小只的 这种 这种质式的眼药水 不管它是什么产品 它的质式就决定了 这种质式的眼药水 里面没有防腐剂 所以它基本一天就一支 避免了防腐剂 对人眼睛的一个损伤 这种织剂当中呢 最常用的药物呢 就是咱们的人工泪液 它就是对咱们眼睛来润滑的 这么一种产品 我个人建议也别自己应用 因为除非你自己判断 我自己真的就是肝炎症 那你用它是合适的 但凡我自己不是呢 或者说我原来是肝炎症 现在我有了一些变化 那这时候也应该先看一下 对 就耽误病情了 对 万一有别的病情又出现了 你便耽误就行了 还有一些 这个地奥店里经常也会有 你看它下面写着 抗疲劳 抗冲血 肝炎症 你看这当中呢 写硫酸软骨素 没问题 硫酸软骨素 实际上也是人工类液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我以前好喜欢用类似的这种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好清爽 好凉 对 我记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特别爱用这个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大家一定有的时候就别太注意 别看后边的 看前边的 它写的叫腹方 腹方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药物的成分 它压根就不光是一个硫酸软骨素 它还有其他的成分 好 咱们看一眼它的说明书 里边含有薄荷脑 所以很凉 脏脑 这些都是中药的成分 你把薄荷 脏脑这些 放到眼睛里 那它会很凉一下 很清爽一下 那它就会让人的视疲劳减轻 所以它有减轻视疲劳的作用 那我如果长时间用这些负方的 那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些是药物了 咱们再看这个 这个富方的这个产品 里边还有什么呢 这里边写的门东 桂桿电液 这是它主要成分 但是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咱们一看 好 药用薄荷 冰片 以纯薄荷脑 这些都是让我 装脑 觉得一下特别凉爽的 还有凉爽的 还有呢 这是什么 盐酸 耐甲作林 这是什么呀 甲硫酸 心思地鸣 来 看这俩药 这两个成分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我们 医学当中的缩血管药 比如说我很疲劳 我眼睛红 我这里还要录像 那我眼睛红 这个形象不好 我得让眼睛白下去吧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这种成分的药 碰 点上一滴 点上一滴 眼睛马上就白了 当然它药效一过 它马上就又红了 眼睛红是疾病的一个表现 您不能说 我这扎了一根刺它疼 那我为了让它不疼 我吃止疼药吧 我应该把这个刺给拔了 对不对 所以因果关系就乱了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它让你眼睛的红的症状消失 但是反而耽误了眼睛 其他的病毒的治疗 是的 加上量一下 症状也缓解了 加上白了 也没有冲血了 就算这时候去找医生 去看病了 这时候医生 它症状都不典型 我都容易造成误诊 这个很重要 对吧 还有一个 像这个呢 就是咱们市面上常有的 就是中药成分的一个低眼剂 咱们看一看它 实际上它也是符合成分 你看 天然冰片 又有冰片 也有冰片 也是点上凉凉的 糖砂 糖酸 这些都是一些中药的成分 实际上它也可以起到一些 抗炎 抗冲血 等等的一些作用 像这些药 我都个人建议 别长期用 因为它当中的成分 很复杂 你用上之后 这种各种的药物成分 你甚至对于眼睛的伤害 你是无法预估的 重点知识来了 市面上常见的眼药水 是这样分类的 小本本赶紧记起来吧 您注意了 药瓶上写着某某杀星 某某霉素 是抗生素眼药水 适用于眼部有炎症的患者 药瓶上写着某某龙 某某松 某某米松 是激素性眼药水 长期使用可能导致清光炎 您注意包装是这样的 眼药水都是一次性的 必须在一天内使用完毕 通过观看成分表 复合性眼药水 不建议长期使用 因此每一类眼药水 都有它的适用人群 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否则可能会造成风险 那在您接诊的病例当中 没有一些极端案例 就是因为自己随便乱用 这个眼药水 导致结果无法弥补 那像这个比比皆是了 就拿刚才最开始的激素类 造成的清光炎 我基本每周至少碰上一两个吧 每周一两个 每周一两个 我只能忍着我的悲痛 告诉他 您这个确实以前有的 没办法回去了 只能说您未来 不要再用它了 赶快再按清光炎去治疗 该用药用药 该手术手术 保住现有的这点残存的势力吧 只是这样 听完觉得好悲痛啊 是吧 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说 其实如果早知道这些个 我们可以规避它风险的话 其实不至于这么严重 是的 保质期一年的眼药水 为什么一个月就过期了 寻常可以买到的眼药水 专家提醒您 这是药不是水 稍后精彩继续 本栏目由高品质好滋味 泰泰勒 地道川味有豪吉 专注呼吸健康 以领莲花 联合冠名播出 我的私藏鲜法 泰泰勒原味鲜酱油 精选东北大豆与小麦 更融入专利玉米发酵提鲜技术 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 安心提鲜 泰泰勒原味鲜 我的私藏鲜法 仙女妈妈都在用的泰泰勒原味鲜酱油 地道川味有豪吉 拜您健康到家 莲花清温口罩爆珠 装在口罩里的一栋小空调 告别闷热 拜您畅爽呼吸 其实知道我们要录这个眼药水的节目 也在我们公众号上跟观众发了消息 大家也跟我们非常积极地互动 很多人都有一些误区 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 电视期前的您是否对如何选用眼药水 也有一些误区呢 赶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 回复误区二字 就能够提前受到韩老师的指点 正确地挑选眼药水 避免用眼药水的误区了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误区 有朋友说了 他说我买眼药水都是看一下保质期 我看眼药水保质期一般是两年 所以只要没有过保质期 就可以继续用 我相信他已经打开用过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跟食品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他有一个保质期 但是这个保质期其实是在 没有开封过 然后以及是在他建议的储存环境下 是一个适当的保质期 但如果他打开了 或者他已经被储存在了 不合适的环境下 应该这个保质期就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个两年保质期 是没有开封的时候 保质期是两年 你开封之后就不是两年了 是吧 我问一下咱们几位线上的观众 震撼 那那个眼药水你打开之后 你用了一次 然后你就盖上了 那么它上面写了保质期两年 那你觉得是不是这两年以内 你随时都可以用它呢 对啊 一定是可以的 我觉得 我可能都超过两年了 我有偶尔想起来我还在用 它是挺震撼的 对吧 跟它名字是吧 人如其名 让我们很震撼 这样用眼药水它风险很大 刚才那个吴佳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眼药的保质期 是指它在没开封的时候 在正常的储存条件下 才是这个保质期 那它如果开了封之后 就不是这个保质期了 我就想问开封之后 那能用多久呢 一般来说是这样 咱们的眼药水啊 多多少少都有些防腐剂 因为短时间应用 大家不用对防腐剂 有特别紧张的情绪 所以有防腐剂的情况下 一般不要超过一个月 哪怕一个月这个药水用不完 那也要一个月扔掉了 那我如果放冰箱里冷藏呢 一样的 所以说这眼药水 你只要开了皮 你甭管它保持气息多长时间 一个月必须得扔掉 一个月必须扔掉了 甚至有一些眼药水 它当你看它点的时候呢 看它的性装食谱已经改变了 如果已经改变不到一个月 那也要抛弃掉了 明白了 那还有像 比如像刚才我说的 这种制式的盐药水 或人工类液 对 你开过的 就是这种制式 如果开了之后 那都不是一个月了 这一天那就不行了 那就扔掉了 这个药物过期之后 它当中的成分 可能会起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 姑且不论它有效成分 到底还有没有效 它在转化出的物质 可能又出现很多的毒副作用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过期的药 是绝对禁止在应用的 就毒眼药水变成了 就毒药了吧 对吧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误区 有朋友说了 他说我感觉人工类液挺好的 有事没事来一滴 这滴完就感觉舒服很多 小妹妹 你平时用人工类液吗 偶尔会用 那你会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 就可以随便滴一滴人工类液吗 就是不太舒服的时候会滴 好 田大姐呢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多用点 没什么事 想用就用对吧 是这样吧 那你平时也是这样吗 没事滴一个人工类液 对 我觉得人工类液挺好的 我这不是眼睛总是干吗 所以呢 就是每次一干的时候 我就点一点 滋润一下 就觉得感觉很舒服 你知道我身边有好多年轻人 尤其是公司白领 然后在开会的时候 或者在那个办公桌前 工作一会儿 就要滴一下 显得自己特时尚 有那种感觉 有吗 这有时尚的 就觉得好像自己用心工作了 要舒缓一下 觉得也特别舒服 那我没事就想滴 就滴人工类液 可以吗 第一 人工类液是应用到 干眼症的患者身上的 或者有干眼症状的人的身上的 那一定是定期的 我要去医生那里检查 尤其是我当我自己的症状 不是光跟以前一样 又干又色 忽然有了其他的新的症状 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这时候我一定要找医生去看 看我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 那如果是本身干眼症的患者 而且又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延续他的治疗 就是点人工类液 而点的次数呢 就是我想什么时候点 就可以什么时候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还有朋友误区 就说为了这个病好的快 我一次滴好多眼药水 点人工类液也好 还是点任何药 它不是说多点是 我们指的多点是多点次数 并不是多点量 我一次点的再多 它是没用的 都流出去了 那除了以上的误区 在我们使用眼药水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我一定要说 一定要正确地点眼药 因为我们经常还看到 一什么呢 就是点眼药的时候 把眼睛给损伤了 谁还不会第一个眼药水 还是戳着眼睛了吗 给损伤了 我三岁就会 您还别看 咱们的老百姓 都不会正确地点眼药 我就立马在检讨 我是不是点错了 其实刚才在最开始 那个国家点眼药的这个姿势 它就是一个错误的 点眼药的过程当中 一定也要防止眼药 以及眼药瓶 对咱们眼睛的一个损伤 一旦碰到 那会造成伤口 甚至造成感染 都是有可能的 尤其现在来说 有些孩子 在应用眼药的时候 他不配合 他来回地扭啊 躲啊 这时候爸爸妈妈很着急 就把他的眼睛 使劲地给扒开 那这种扒开 粗暴地点眼药水的动作 还可能会把这个孩子的眼部 给损伤掉 您正确示范一下呗 拿您两位谁 示范一下 拿谁都行 反正我们俩谁都不会 谁都点错了 那这样 我拿一个 就是咱们 也没有任何防复器 这个我看一看 就是人工类液 正好我估计您二位呢 工作也很疲劳 点个人工类液 润滑一下 比如说 我拿他的左眼开始点 应该是轻轻地 扒住他的下眼瞼 轻轻地一翻 然后让他眼睛向上看 这个是他眼位的动作 头呢 也要轻轻地痒一些 向上痒 让眼球向上看 一扒下眼皮 下眼瞼 然后拿下眼皮之后呢 拿这滴药 就点到下眼皮里边的 这个红色的部位 好了 然后再轻轻松开 让他轻轻一闭眼 这样药物就弥漫开了 咱们所有点眼药的时候呢 这药物可能会顺着 内眼角的鼻泪管 流进鼻子 然后吸收掉 为了保持局部药物的浓度呢 点完之后啊 应该让他把自己的手 拿下来 再压到鼻子角这一块 鼻根部 不让他流 不让他从这个下水道流下去 再局部保持一个浓度 来产生更好的 这个治疗作用 这个按的时间 按多长时间呢 五分钟 同时呢 也防止这个药物 流进鼻子 吸收之后呢 对全身产生副作用 这个就是咱们 正确的点眼药的方法 我先两个眼睛 感觉不是很样的 公平对待一下他们 好不好 我再点点对待一下 来 第一个感觉就是 跟我之前比起来 我觉得没有漏的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以前经常弄完之后 弄不好 就是你摊弄 我就得擦柔 然后我觉得 眼睛酸酸的色色的 反而脏东西进去了 没有那个 还有一个我觉得 好像我整个眼珠子 都滋润到了 我觉得这是我的 一个很大的感受 因为这样 咱们闭眼的时候呢 就是再加上眼球转动 就可以把这个 局部的这个药物 给整个弥散过去 你知道我以前点眼药水 经常灌到鼻子里面 老苦了 对对对 特别苦 现在按住之后 它就不会进鼻子了 对 我第一次知道 还有这种操作 可以把它按住 给它按住 又学到了 最后呢 想韩老师 因为我们有一个 健康到家 我家健康留言部 也希望把您的健康祝福 留在我们家的留言部上 正确用药 健康用眼 来 两位 跟大伙打一招 或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早简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武家 我是一名著称营养师 今天呢 我们一直让我们眼睛 要明亮起来 我们要护肝 要明目 是吧 我特别好奇 您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菜品 今天我们选择的 菠菜猪肝汤 今天在菠菜猪肝汤的基础上 咱们加入了 四位这个药材 枸杞 枸杞 村穷五穀纸 古金草 那咱们这些一个主料和辅料 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首先咱们在选用猪肝的时候 颜色一定要鲜艳一些 不要说这个颜色有的发暗 有的呀 颜色不均匀 拿着的时候 就是这个手感 有点联手 没有太多水分那种 就是它粘手的状态 包括有弹性的状态 是新鲜的一个表现 即便是非常新鲜的猪肝 但对我而言 最大的挑战就是 猪肝的那个腥 真的受不了 弄不好 你知道吗 就没法吃 所以猪肝去腥 一直是家庭烹饪的一大难题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筋膜 跟它去干净 就表面那层要撕掉是吧 不是表面 就是它因为肝上连着苦胆 然后又有好多胆线在上头 处理不干净的时候 首先吃着的时候 它口感会发苦 是吗 而且咱们在改刀的时候 不能太薄 一般改刀的厚度 跟咱们一块钱硬币 那么厚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把菠菜 清洗好的菠菜 咱们改刀 你看今天的赵大厨选用的是 猪肝跟菠菜来搭配 那么从营养的角度 这两位食材对我们眼睛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猪肝它的维生素A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然后维生素A其实对视力 对眼睛是非常有好处的 就是像肝眼症 叶芒症 其实都有可能是因为维生素A缺乏导致的 然后那个菠菜 其实深绿色的叶菜 它其实β胡萝卜素含量很高 β胡萝卜素其实在人体内 也会转化成维生素A 切好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然后咱们在前期的时候 把这猪肝的腥气适当地处理一下 副理的时候咱们用点葱姜 稍微切断 也稍微拍一拍 拍一下 加入食盐 放点尿酒 它的尿酒本身里面是有黄酒的 另外它有一些我们熟悉的食材 所以说它第一个能够去腥 第二个能够提鲜 还能够增香 还有腌制完了之后 咱们适当地加底笛香油去腥 蒸香油几滴就行了 那要腌多久呢 一般这个猪肝在加完所有料的时候 咱们腌十分钟就可以了 还有几味辅料咱们怎么样处理一下呢 首先就是把这几味药材料 先把它浸泡一下 拿纯菌水浸泡就可以了 泡半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还有一个熬制的过程 这个汤已经咱们处理好了也熬好了 咱们过滤一下 过滤完了之后咱们的猪肝跟菠菜要飞一下水 菠菜咱们在汆水的时候可以适当地放点油 其实加油会对它的营养保存更好一点 是吧 所以加一点油 我觉得撒点盐 滴点太太乐酱油 这一碗菜行好的 就可以吃了 好香 因为咱们这个水开锅之后就可以关了 关了稍微浸烫一下 就是它变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说猪肝去藏气味三部曲 第一步买一个新鲜猪肝 第二步用葱姜料酒盐进行腌制十分钟 第三步关火之后 烧开关火之后让它滑一下水 是不是好的呀 艺姜 可以了 那我能闻到那个很熟悉的猪肝汤的味儿了 这一步加入食盐 再加入一点白糖 然后加点调味料 最后的时候咱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盛汤让我们尝一尝 怎么样 怎么样 快说 这猪肝很脆嫩的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嫩在嘴里面 最关键的是它那个脏气味去得非常干净 对 对 对 没有让我吃出那种中草药 非常难入口的苦味了 对 你没说我真的就 差点忘了里面有中草药 哇 甘甜的 很解渴 喝起来 这一锅我打包了 非常好 谢谢赵大厨 谢谢 我的私藏鲜法 太太乐原味鲜酱油 精选东北大豆与小麦 更融入专利玉米发酵提鲜技术 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 安心提鲜 太太乐原味鲜 我的私藏鲜法 文费 非常under 刘词 他 있으면